- 各位投資朋友們好我是路易斯,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後影音 小路現在錄影的時間點是在2022年的5月4號下午的3點鐘整 那今天趕快來看一下行情的一個解讀跟思路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大盤指數 今天大盤指數上漲66點漲是0.41%成交量一樣美中不足 甚至連2000億都不到,真的很可惜,漲是沒錯 但是只有1923億的成交量是非常低的一個狀況 上漲加速比下漲加速大概多了大概780加 不過整體來說說真的不到2000億的量這個真的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是做短線很積極的投資 你現在沒什麼好做的 你現在真的沒什麼好做的 因為沒有量根本就沒有什麼大波動 波動度真的會相對小很多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量能很小你就不要去太過激進 你要去思考的是為什麼量這麼小 因為大家都在觀望 大家到底在觀望什麼事情 明天的凌晨2點 今天晚上或明天的清晨你可以這樣想 明天清晨2點鐘 美國要公佈FOMZ的利率決議 也就是要公佈他到底要升2碼還升3碼 市場就會等待這個消息 如果這裡大概就兩套劇本 如果真的是升息2碼如市場預期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迎來一個利空出境 如果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向是如果他真的升3碼了 市場會不會更加的恐慌 這就是市場上正在屏息等待的一個關注的焦點 所以我們要怎麼知道他會公佈什麼消息 我當然不知道 所以我們明天一樣看數據就知道了 好不好 數據會說話 所以現在觀望很正常 因為大家都沒有把握也沒有太大的信心 今天市場上比較強的族群是在航運族群 長榮萬海陽明今天都有不錯的表現 帶動整個航運族群的一個類股指數 漲了2.57% 成交比重也拉高來到兩成以上 像是玻璃陶瓷 或者是紡織的部分也有一些小漲 電子跟半導體的部分今天漲幅 漲幅來看的話也還ok 至少是收紅的好不好 至少是收紅的 那跌的部分來看的話 就是電器電燃網通族群都短線漲比較多的 今天壓力會比較大 ok 還有生技造紙食品等等 之前前一波比較抗跌的股票 現在也都開始有些補跌的狀況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市場悲觀沒有樂觀情緒來做支撐 那些短線有漲的股票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在短線交易的有賺錢 是不是開始賣 對吧 開始賣來補一些其他的虧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們被跟著一起拖了下來 市場大概的環境 現在是長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在基督線圖的部分 那線圖其實我們跟大家講過 這裡你不要看到 假如這裡有個導狀反轉 趕快開始什麼大升vv上去 你冷靜一下思考看看 市場有什麼vv上去的條件嗎 好像沒有對吧 所以你不用過度的去期待說 他為什麼大v轉 我覺得我們實在一點在這邊 先看能不能打出一個橫盤 震盪整理的格局 上下洗刷一下 不要再破底 我覺得就給他非常高的成績了 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就及格了 因為你把圖縮小 各位上面都是套牢賣牙 上面這裡都是全部套牢的 所以你說他要直接v上去 你當這些成交量不存在嗎 是吧 就是有人套在上面才會有成交量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格局之下 我覺得我們踏實一點就是先看主底 先看主底 然後你的資金比重還是要控管好 你不能說小路 我現在滿手 9成 甚至10成全部都是股票 那當然不行 那當然不行 因為在如果真的再往下跌 你會嚇死 那如果這個時間點 你你手中是有現金的 你反而會很多留意一下很多的ETF 或很多的一些GEO的好股票 慢慢跌不下去 我慢慢跌不下去 而且質地率就超高 有些長期投資ETF 你這個時間點 你本來就應該站在買方 而不是站在賣方去亂砍 OK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OTC的部分今天收在平盤 那成交是562億 量能也是不大 量能也不大 那上漲加速比下一家多了150家 航運跟電子05件算是今天盤面 比較強勢的族群 還有鋼鐵 電子跟半導體都是收漲的 最弱勢的則是在生計跟光電 那生計短線漲很多 很多什麼快篩世紀 藥局的個股對吧 那短線漲多拉回修正 震盪一下很正常 他們不可能一路往上V上去 總會有一點震盪拉回修正的機會 那也是一樣先看主體 我的想法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震盪主體不要再破底洗刷一下 給盤施一點時間 讓均線慢慢扣底下來 均線慢慢走平 甚至開始上彎的話 就更有機會帶動行情的一個反攻 跟反彈 所以我的想法也是先看主體 好不好 震盪整理 你不要有太大的期待說什麼大聲V 能夠主體不破底 我覺得就很好了好不好 來看一下籌碼 籌碼數據來講的話 今天法人招投清淡 當然的 我今天量的又不大 我今天三大法人買了5.19億 外資今天小賣了0.61億 外資很少做這麼小的動作 因為很觀望 也在看會議 FOMC會公佈什麼樣的升息的條件 投信今天繼續買了9.11億 連續了15買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現在滿手套牢的是投信 投信滿手套牢 對吧 他套得很深 他套得很深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內資真的很積極在拱 只是現在拱不起來 因為外資或者是整體市場情緒 真的不是說太好 所以壓力還是比較大 巴拉昂庫目前算有點小度的調節 不過整體來說 偏多的流暢量 還是沒有太大幅度的改變 當然也是全部套牢 政府也是全套 那融資的部分 最近都有做一些減碼 那不過最近小真小減 因為量能本來都比較少了 大家也都在觀望 所以沒有量 融資的增景也比較沒有出來 融券有在做增加 這個位置 限圖很多看空的投資人 開始這邊繼續做一個空單的佈局 所以空單你可以看到明顯的增加 那昨天的期貨空單 有增加來到9000多口 再回就積極的回補 就把他空單再補回來 只是我一直在想 這空單為什麼這麼少 不到1萬口 所以我一直把這個問題丟給同學 如果真的要崩盤 怎麼走1萬口 不是嗎 要是我就塞掉3萬到5萬口 反正我一定要讓他崩盤了 我幹嘛不用期貨賺錢 不是嗎 所以你要站在大資金的角度去思考 憑什麼不這麼做 你反向思考你很快就會得到解答 因為沒那麼糟 我真的沒那麼糟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看 今天的籌碼部分 當然中信偏多 因為投信今天買比較多 好不好 中信偏多來做解讀就可以了 這是我對於從往面的一個想法 好 那來看一下在這一個 國際股市 國際股市的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 道瓊最近也是前低保衛戰 SMP也是前低保衛戰 破底再拉起來 我們又在前低附近做一個破底般的動作 納指跟肺半也都是差不多的狀況 幾乎都被承受壓力一路往下壓 一路往下打 所以你說盤勢壓力大不大 美股的壓力很大 台股自然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壓力還是非常的龐大 只是就相對跌幅來講 我們台股真的跌的比國際少很多了 比美股少很多了 真的是這樣 我們台股到今年至今的低點 才跌12%13%對不對 廢半隨便就跌三層 跌三層 所以我們台股強不強 當然強 為什麼那麼強 你要去思考 Why 為什麼我們能夠只跌十幾% 因為我們這種盆益比到底要砍什麼 如果你現在還想投資的話 全球run一圈 你會發現最划算的殖利率最高 本益比相對低的 不就台股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能夠跌那麼 那麼淺 就是因為我們基本面好 我邏輯大家建立在這邊 OK 德法股量縮反彈 一樣維持空投格局 然後日經也是在嘗試破底翻 不過都翻不太上去 OK 上陣 沒有開嗎 我幫忙連假吧 我沒記錯連續假期 所以在 國際股市 你稍微看美股 你會翻美股真的很弱 所以我覺得還是先看納指跟肺半 能不能快點指吻 這個指吻的話 台積電聯電聯發科 這類型的電子圈子股 就有機會跟著一起反攻上來 指數的指吻就更強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很尷尬 就在這邊 如果再破底 台股可能又會再下去了 但如果能夠在這邊撐住走橫盤 這樣子你足底 我覺得就OK了 好不好 我覺得就及格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務實一點 就是不要想著他會怎麼V轉 我覺得還是走橫盤 先看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些 好不好 這是我對於指數國際的一個行情的觀點 好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多空投排在加速指標 我是不是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我說現在盤勢的行情很空對不對 空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反轉 因為沒有股票可以跌了 沒有股票可以跌了就會反轉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 你可以看多空投排在加速指標 目前指標的空投短空加速來到70.59% 長空加速來到58.36% 你把時間拉長這個指標的部分 短均線多頭排在加速 每次只要來到7成以上 空投的部分 都是反轉點 都是反轉點 都是反轉 至少反彈 不一定是反轉 至少是反彈 有沒有 至少是反彈 所以目前我們的指標也來到7成的位置 所以隨時會展開一波反反彈跟反攻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前提美股不能崩 如果美股真的崩下去 各位你看什麼指標 什麼挖勾面 什麼什麼什麼面都沒有用了 什麼面都沒有用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讓大家可以做一下參考 如果你手中是滿手套牢的 或你持股比率太高的 那你真的可以趁反彈做一些減碼 不是說不能套牢 可以套牢 但是你的檔數跟比例要控制 因為這一段期間掉下來 不要說你套牢 大戶一定也套牢 然後政府基金也套牢 基金也套牢 大家都是套牢的 只是你要控制你套的比例少 你才有錢減便宜 這個才是決勝的關鍵點 而不是說哇 我要現在很悲觀 把股票全部砍光光 那你要問自己 第二个問題是 好啊 你把錢砍光光拉出來了 你要幹嘛 你錢要幹嘛 放定存嗎 不是嗎 所以與其你要很悲觀的看待 股市在這邊把所有股票砍光 然後你還是不知道錢拿出來 要幹嘛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保留多一點的現金 後續去捲便宜做使用呢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我是這樣看待的 OK 好 那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個股吧 我們今天個股來談一些 我們在最近這幾次的影音 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談一個族群 我們跟大家談高爾夫球族群還有印象嗎 我們來追蹤一下高爾夫 高爾夫的部分 今天很強 還是明陽 明陽今天五盤都拉了起來 今天創新高 49塊85 有沒有 今天創新高 OK 所以這樣的個股 你會發小路量很少 對 量不大 因為這個族群還沒有被大多數人發現 等你發現 每一個你網路上看到的財經的達人 你看到YouTube頻道 全部都在講高爾夫的時候 量就會出來了 好吧 那就是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他還具備有相對冷靜的情緒 所以你看股價慢慢推 你看大盤長這樣子 大盤長這樣 明陽長這樣 這是不是強勢股 當然是啊 明安也不錯 好不好 今天小掌 小掌站站上來 然後你看趨勢也是多的 我們趨勢也是多頭 所以說真的 這高爾夫球族群 目前很少人在談 也很少人看到 那只是這個產業的趨勢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業績 他們的研究報告 產業趨勢等等 你會發現非常明朗 而且庫存很低 所以這族群我認為我蠻看好的 好不好 我蠻看好的 那為什麼我會發現他 不是因為我去做了什麼產業探勘 不是啦 小路是因為我們的策略的 選股的軟體 有選出來 我們才關注到 高爾夫球族群可以留意他 因為有相關的各種觸發了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去看 像這個就是一個機會點 好不好 那個民安民洋 然後比較弱的是這個 負勝 負勝用比較強 最弱的是誰 最弱是大田 大田比較弱 好不好 這個族群你會發現 所有的量都很小 好不好 量都很小 所以你操作上面還在著量 著量操作 你不能說 小路這成交221張 我買了20張 那你進出就會比較困難 好不好 那你可能買個一兩張兩三張都沒問題 OK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你才不會有這種所謂的流動性的風險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全值股的部分 看台積 台積最近在主底 連續一二三 三個交易日沒有破底了 多看幾天 我投信也是一直接刀子 一直接一直套 不過我覺得這種個股 你套一下沒關係 long turn來講 我覺得這不會是高點 長期來講 我覺得他會上去的 好不好 不論是產業前景 公司釋出的 或者是目前業績表現 其實 這個位置的估值都只有15倍左右 我覺得蠻便宜的 好不好 那就看什麼時候外資資金回流 就可以帶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 分批慢慢買 好不好 分批慢慢買 那今天尾盤比較強是聯電 聯電拉了尾盤 一點鐘過往上拉漲了2% 這個也是我覺得很便宜的股票 公司連續6個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第一季獲利1塊61 全年可以賺6到7塊錢 配發的股利也都很大方 每年大概都配幾% 配七八成 七八成有 殖利率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這個位置我覺得很便宜 好吧 只是市場不認同 應該這麼說 這一些個股如果真的都漲不動的話 台股大部分的個股是很難動的 因為這一些已經是最有基本面的股票了 聯發科也是一樣 投信去接啊 沒有用還是接不太起來 不過就在打底了 我先看打底好不好 洗一洗震一震 在列型的個股 我覺得基本面都沒有問題 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被提款 因為資金要回流到美國 因為美國要升息 所以要提款的狀況之下 外資會賣什麼股票 最好賣的量最大的 就全資股 所以才會開始瘋狂到貨了 OK才會瘋狂到貨 所以我覺得是籌碼問題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你看公司釋出的展望 除非台積電騙你 除非聯電騙你 除非聯發科騙你 那如果這三個公司都騙你的話 我覺得你要反向思考的是 那還有什麼公司可以相信呢 連這些電子全職的前三大 台灣市值前幾大的公司 等法說會的釋出的前景都是錯的 那基本上就是 那全台灣應該都看錯了 我應該大部分公司都會看錯 所以我自己當然不排除這個狀況 各位世界上什麼事都會發生 我們不排除任何的狀況 但是我們要合理的去評估一件事情 就是那你如果不敢買的話 你就分批慢慢買 買一個部位 買一個部位慢慢往下買 長期來看會輸嗎 我覺得不會好不好 我覺得不會 OK好 這是電子全職 然後再來是談到剛剛高爾夫的部分 那今天來講 市場還在漲一個 航運有沒有 慢慢脫離盤整了 盤了好一大段時間終於要拉起來 有沒有看起來 投心的籌碼有在拱 不過之前這裡失敗了 停損下來 停損下來 然後再拉一次 再試圖再往上衝一次 之前這裡就是因為要減資 然後要發鼓勵 市場 呃 重挫來去回應他 掉下來之後打底又再度上來 2609也是比較強 有沒有 限圖也是好的 最弱的是萬海 萬海都要破底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看貨櫃三雄的同學 長榮跟陽明就看一下 不要看萬海了 萬海最弱 你就看這兩個吧 OK 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線圖看起來是漂亮的 只是說 現在市場情緒不是說是特別樂觀 所以 你有操作的 就適合你的原先的操作的規劃的 停歷損了 如果你是空手想介入的話 我覺得下面這裡有個很大的利益點 是什麼 一堆均線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射停損 你這邊想要介入的話 你就把這一坨均線當停損了 如果這一坨均線真的破了 你就跟他say goodbye 雖然這裡被你被騙了一次 不過這裡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嘗試的話就著亮 可能試個小小的部位 試試看 然後停順 可以放在這一坨均線下方就可以了 OK 然後今天還有散裝的部分 慢慢跳出頭來 慧陽 慧陽尾盤拉拉上來 這也是不錯的好公司 不錯的好公司 那看起來線圖是不錯的 OK 所以航運族群也是今天盤面上比較強勢的焦點 華航長榮航 今天都在維持高檔震盪 這個線圖是還不錯的 非常非常的強悍 我非常強悍 只是這個位階你敢不敢追 要不要追看你自己 我看你自己 那只是我本身不太喜歡做這種過度追高的動作 風險真的是比較高的 好 那看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個族群鋼鐵好了 哇小鹿 你之前不是說鋼鐵有機會嗎 我的觀點沒有改變 我不會因為說小鹿他掉下來了 所以他要GG了 也不會 那為什麼鋼鐵一直以來都很難有一個好的發展機會 說真的 之前大盤在跌的時候 他這段抗跌有沒有發現 非常的抗跌 但是現在要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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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有很多原因 這裡你看投信賣成這樣子 這個最主要是誰在調 這檔ETF 特選高股息30在賣股票 所以不是投信看歪他 而是他們要轉換其他即將發股息的ETF 這個ETF還蠻特別的 那外資也在做調節 因為這也是很好出的股票 把資金測出來 那整體來說 鋼價的一個趨勢沒有改變 然後 國際的一個供需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問題出在什麼 第一個要撤資金 外資要回流美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本土疫情最近開始升溫了 那疫情升溫的狀況之下 很多的工地 建案可能都有些延宕 所以 對於這些鋼鐵股 會有一個間接受害的感覺 因為可能 建案可能要延一個月一季之後才能繼續做開工 繼續做工程 所以是不是對於這些產品的拉貨 會比較 相對的看淡一些 這就是目前的疫情受害的產業之一 不過 各位 我們疫情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大家會覺得下好幾萬很可怕對不對 後續你可能發現一天10萬了 20萬 你可能就不會怕 你就會瞬間覺得一兩萬兩三萬其實還蠻低的 你會瞬間覺得有這樣的反反應 那我倒是這麼看 我覺得這就是在整理 我就在整理 那這個位階 以他今年展望來講 其實我還是覺得相對的樂觀 這個位置不用太過悲觀去看 你去看國際報價 你去看國際的鋼鐵的供需 你馬上就發現了 全球都在做旧建設 鋼價掉不下來的 供給也少了很多 除了烏克蘭的鋼廠 那是歐洲第二大的鋼鐵廠 已經shut down之外 中國也因為碳中和 還有他們疫情也在燒自己的屁股 所以 也是一樣 這個產量都掉下去了 所以鋼鐵 需求很旺 供給很少 這個產業趨勢我覺得沒變了 只是 現在講什麼基本面產業趨勢沒有人要聽 這個產業趨勢不好嗎 這產業趨勢不好嗎 這個不好嗎 公司都說很好 公司都說不錯 照跌 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是這個局 我覺得現在局就是玩籌碼 玩心理 因為大家恐慌 沒有人要股票 大家都要現金 所以才會什麼股票都在跌 我覺得是這樣子好不好 當今天所有股票都是往下跌的時候 就不是個股的問題 但我今天單純只跌一個個股 或一個產業的話 你就要小心了 可能是這個產業真的有點問題 好不好 大盤指數現在是長怎樣子 長這樣子 這個是相對強還是相對弱 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都掉下來了 這個也掉了 不過你看頭戲 你看頭戲在你買5% 買5%為什麼他不走 後面要看更高 後面他不是看這個價格 我覺得星光鋼不是看這個價格 因為同時除了有鋼鐵之外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鋼鐵剪裁通路廠商 他有介入綠能 太陽能板的鋼架 然後離岸風電的水下鋼材 星光鋼都有做 所以他本身除了有鋼材的架構的題材之外 還有離岸風電 太陽能 所以我覺得這種個股 我倒是不擔心 我覺得這種都很有機會 你看頭戲為什麼不賣 你想想看 因為頭戲看更高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好不好 這大概是我對鋼鐵股的一個展望 我們來看一下APP的部分 APP最近選出股票比較少 你看就只有4檔 有沒有選出股票很少 因為盤真的沒有那麼的好 有沒有你們發現選不太出來股票 有選出陽明 立康 白沙科 哲顧 哲顧這都每天飛來飛去 很可怕 長到這種天上來了 立康也是 都在天上了 都在天上股票 所以高位階的股票 你有沒有 這裡有寫個相對位階高 你要不要追看你自己 我只是覺得風險很高 中行 這個相對低位階要慢慢爬起來的 像這線圖就還不錯 低檔的一個多重底部形態 投信也進來卡位了 陽明 這個也慢慢拉起來了 有沒有 陽明也慢慢拉起來了 OK 低谷長股的部分 新路 新路是之前選出來的 你有訂閱我們的APP 應該就知道新路了 先漲停板 那先漲停板 我覺得就按照SOP操作 如果你有學習到我們的SOP的話 這個還沒到 還沒到 這還有機會 好不好 這個也是難得一見的多頭股票 大盤 莫哥 咪咪貓貓 長榮 陽明跟惠陽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船 有沒有都是船 所以船慢慢的入港了 要開船了 所以 像是惠陽 我覺得也不錯 洗完一陣子打出一個W底之後 今天創收盤價新高 這應該是有機會衝出去的 好不好 惠陽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敢操作 你現在還敢操作的同學 我覺得你可以看惠陽 長榮陽明 這種股票 好不好 船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只是控一下你的部位 你絕對說不出現在盤是大多頭 所以你的部位控制 你可能買個一張 500股 零股都沒關係 體驗一下 參與一下就可以了 那設好你的停歷損 如果你是我們 有訂閱我們APP的同學 你也可以直接根據我們的SOP去操作 我們的內容專區裡面 其實都有根據 我們的策略的SOP 去幫大家做 內容的撰寫 怎麼用天羅地王 激勃成長股怎麼做 OK 也會有一些這種 免費的文章 給大家去做參考 大盤出題之前 哪一些跡象是必經之路 你可以直接下載我們APP來閱讀這篇文章 OK 可以點進來直接去閱讀這樣子 好 那我APP的部分大概是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趕快回答一下同學的問題 好 同學有問到說 我看一下 2028的威治成本45塊 股價很弱勢 我的觀點是什麼 好 威治的部分 確實是相對說的 鋼鐵股蘭 他算是相對弱的一檔 相對弱的一檔 那其實你說營收有沒有 當然有 你看3月份營收 歷史新高 YY36個百分點 那 獲利數是去年賺的5塊11 5塊11是歷史新高 從來沒有賺過這麼多錢 從來沒有賺過這麼多錢 然後股利政策的部分 他比較不穩 今年要配發兩塊半 之前從來沒有發過吧 有來以前有 現在發兩塊半的現金股利 應該這麼說吧 股價現行算是弱勢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一些鋼鐵股的數據好了 好 我們來看 調整一下畫面給大家看 鋼鐵部分其實你可以觀察蠻多的東西 基本上鋼鐵你要去看先看什麼 先看中國 因為中國是最大的鋼鐵的出口的廠商 占了國際鋼鐵半分50%的一個成交的出口量 中國的鋼鐵要看誰看唐山 唐山是鋼鐵的煉鋼重鎮 最近也有一些疫情的消息傳出來 對不對 你看這裡的庫存 4月27號這裡 這一週公布的是19.89 19.89 你看這個19.89 高檔也低檔 我圖放大一點 這裡19.89是不是低檔 什麼叫低檔 概念就是說 概念就是說 目前中國唐山如果你要去跟他調他的鋼鐵 拍謝沒有什麼鋼鐵 鋼鐵的數量是新低的 為什麼沒有鋼鐵 因為他們現在是在碳中和的禁錮 再加上中國疫情是火燒屁股 對吧 所以鋼鐵的生產本身就是下降的 這是生產供給面的部分 OK 你再看鋼鐵業的成品跟原物料的庫存 來兩條線 橘色線叫做庫存 黑色線叫做 一個是原物料的庫存 一個是成品的庫存 你會發現庫存都在相對低檔 庫存相對低代表什麼 代表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你要拿 你要拿庫存原物料庫存沒有 你要拿鋼品的成品的庫存也沒有 代表什麼 供給真的很少 供給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一個狀況 供給我們大家就可以確認了 OK供給是一個非常少的格局的狀況之下 第二個我們要看需求 需求的部分其實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美國的基礎建設有沒有在做 有 中國基礎建設有沒有在做 有 只是最近有點延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歐盟的基礎建設有沒有在做 有 印度基礎建設有沒有在做 有 所以在國際的需求來講 今年的 WSJ 就是 全球的鋼鐵協會也預估了 今年的鋼鐵的成長的需求 會來到2.2% 也就是他會繼續成長 需求持續放大 供給的部分我們從數據看到 越來越少 顯然供需失衡的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到 你知道這個對應起來叫什麼嗎 高鋼價時代來臨 他不會改變的 這個東西沒有解決之前 他不會改變的 你從工序角度去想就知道 這個東西有數據可以給你看 有評有據的 所以就回到以威智來講 我自己本身會這麼看 雖然股價很弱 我做鋼筋為主的 對吧 然後現代盤源很少 鋼筋為主 鋼筋為主 所以我只能這麼說 雖然現圖真的是弱到一個病軌 真的是弱到一個病軌 但是 但是就他的 目前的基本面 三月營收率的新高 然後產業趨勢來講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現在盤很弱 看什麼個股都很弱 我給你的想法是這樣子 目前就在這個地方做區間震盪 如果區間下緣這裡真的破的話 你持股比率高的話 減碼吧 這裡真的破的話就減碼好不好 沒有破的話就先看區間震盪 你的成本45塊 在這邊 大概在這個附近 彈上來均線多 均線糾結這個位置 你可以做一些減碼 如果你會擔心你會怕的話 這裡彈起來做點減碼 先看區間操作 那籌碼部分 我也幫你稍微search一下 這一波下跌當中 或是你從這一波這樣子套下來的過程當中 港商賣隔離 買在上面就不理他了 第二個是元富台中 元富台中也是有買有賣 有買有賣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檔客戶好像比較難找到一個特別的大咖 願意不離不去的去顧他 對吧 但你看這一咖 我覺得這咖可以看 府城 這裡買了一大堆 在沒有人知道的時候買了一大堆 拉起來的時候賣在相對高點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一咖懂不懂公司 他懂了 他懂公司有沒有 所以這裡又在買 然後高點又把它賣掉 這裡又把它賣掉對不對 所以這裡又把它買回來 所以買回來過程當代表什麼 後來有可能再拉一波讓他出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觀察一下元大府城 他如果最近都維持這裡沒有在做減碼的話 或許還有一波反彈上來 可以讓你做一下減碼的操作 至少我覺得這顆籌碼 有大咖在顧 好不好 這一波從高點這樣套下來 他手中持股還有700多張 平均成本44塊65 跟你的成本45塊其實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的 所以我覺得 不用過度悲觀看待 好不好 不用過度悲觀看待他 OK 這是我對於威智的一個觀點 好 我們今天影片內容 就跟各位同學服務到這地方 也希望今天的內容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不錯 你覺得今天內容有幫助你的話 再幫小鹿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如果你想學習最正宗的標準的話 SOP的操作流程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APP 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外當中 有一個小鹿台股實戰的App的連結 下載進來 先點擊體驗看看我們的APP 有興趣學習的話 可以直接去訂閱 就可以收看到我們的VIP的同學們 能夠看 呃 能夠學習的 呃 SOP的交易的資源 希望今天的內容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拜拜